日前 故宫博物院碉板馆揭幕开馆 馆内举办极光片语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碉板文物展 据介绍 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 首次举办碉板类专题文物展览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宫廷碉板20余万件 这批碉板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原始状况 博物院实行了一系列除煤 防虫等保护措施 采集了数字化影像 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清点和更为深入的整理研究 利用出版和展览的方式将这一人类文化遗产展现给公众 极光片语不但是监院以来首次与宫廷碉板文物为主的展览 而且也是涉及文物最多的 整个展厅环列约一万五千余件满文大藏经碉板 而且在展规中还着重呈现了我愿珍贵碉板文物的代表 走进碉板馆内 展规中展示的第一件文物是清内府顺治元年五月课 摄政王多尔滚 玉珠王及大臣令指碉板 是清内府早期从事印刷活动的重要实物依据 在整治朝纲和稳定国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美逢颁布律法 推广政令 仅仅凭借抄写和藤录是不够的 所以要用碉板印刷进行公布 这样又规范严谨 还能让众人皆知 这件碉板就是一件藤皇康克的一个底板 这个令旨的内容是告诫诸王和大臣 一定要遵纪守法 不要因为一时之力而贪赃王法 展厅内 邻历四周的巨大跪价里 数量庞大的碉板整齐排列 此次展出的碉板文物不仅内容丰富 文种多样且版式各异 雕琢精巧 比如这件康熙皇帝的体员主人和万吉渔侠英文碉板 清代内府编修的书籍 打多冠名 玉制 清定等词 以彰显帝王的尊威 在这些典籍的预制续文落款处 大多印有帝王贤章 旧其为前印还是刷印 曾有过争论 随着展出这块康熙体员主人 万吉渔侠英文碉板发现 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这是清定原王韵成画试掠补图 由光细皇帝清定看行 画面构图严谨 人物会客生动 刀法精细如微 是清末木刻版画高水平的代表 在西方石印技术的一个冲击下 依然还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作品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易 据介绍 这些雕板文物反映了当时印刷活动的繁荣景象 承载着鲜明的记忆与智慧 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这个字幕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